我们都记得 搜出58箱的文件资料 勘验后发现除了私人物品之外 还包含辅方公文 其中机密文件高达1136件 只是阿扁现任时 带走机密公文的法律责任 一直到两年后 总统府才诉诸法律 也让外界质疑检方侦办案件 和辅方要回公文的决心 欢迎回来新闻一同会来 请商来座会 这个现在绿营方面的 在操作的就是 两位台湾人总统在卸任之后 都被用贪污罪来办 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 马英九总统的政治追杀 但是我后来我们也发现 说这两位前任的总统 在发生了一些的 这样的司法的追溯之后 他们的反应还真的蛮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叫父子同调 因为两个人 好像拿同一个大声工在讲话 陈水平也说 我甘为台湾做黑劳 牺牲生命 支持者起来吧 撩下去 不要放弃 那一定会成功 今天的阿扁变成阶下球 但是愿意捍卫台湾的阿扁们 会继续挺民进党 鹦鹉都迈向2012 李登辉说 我已经90岁 死都不怕了 怎么会怕压迫呢 就算我死了 台湾人还有很多的李登辉 会继续为台湾民主来打拼 被羁押和判刑 都是在陈云林来台前后 是国共联手要置我于死地 李登辉说 台联的黄昆辉说 中国只是检察总长黄世民起诉李登辉 几乎 几乎所有讲的话是一样 用的理由都是一样 就当他们在被司法给起诉 或者是判刑的时候 他们所诉求的 通通通都是族群仪式 悲情 悲情是永远的绝招 好莱坞电影 那个英雄最后要死之前 一定会讲出一段 让大家流泪的话 然后全场就会感动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当那天 李登辉在那个场合 讲了一句话 说我死都不怕 我哪里怕压迫 下面有人哭 然后马上就有人喊 后面一个人喊 我来 那个情绪就出了 你想想以后的场合 那个造势的场合 才有场 李先生出场 然后那个音乐就开始悲情 然后那个暴墓的人就想 这个人要为台湾去死 那个整个的情绪 这就是悲情永远的绝招 所以对马来讲 大家都不用管说 他把那个公款弄到自己私人的身边 就没有人去管 人家就看到一个老头子被欺负 台湾人被欺负 那个悲情永远完全被煽动起来 像是自己家里的老人家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 我有的时候真的 我那天看 有人告诉我那天的那天 当天他讲到 因为李登辉太清楚 他讲出这种哽咽的话 我死都不怕 他其实就说 你们要为我死 就这个意思 这种情绪没有褪色的时候 可是这台湾最可怕的 就是说他就把那一个真正的功力是非 我很愿意 这个跟这个灯辉先生说 这个相信上帝存在的人 就是面对上帝讲这句话 我希望他在晚上祷告的时候 面对上帝讲这句话 就是坦然无据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不要兴起仇恨 因为这种悲情兴起就是仇恨 因为那个为他悲伤的人就会恨死对方 然后就会动员 这当然就是一个仇恨动员 所以这种方面其实不是政治应该的作为 姚老师你确定你的上帝跟他是同一个 这个是大家一直在疑问的 那现在就是面对 是不是蔡英文要面对这件事情 如果在整个选举里面 请问蔡英文现在做什么样子的操作 对于李跟扁这样子的案件 他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面对 或者是说明 其实对他来讲是最有利的 应该这样看 就是说李扁虽然父子同调 但是引起的效应确实有不同 还是回到死南面去 因为陈水扁虽然说他不怕死 但是看他那样怕死装死 然后假病的状况太多了 然后陈水扁呢 陷阱是入带的 那现在特征组呢 在上法院的时候 一定要很清楚地交代清楚 因为他的侵占或图利里面 李登辉没有入带 这个东西就变成是 有一个让很多人觉得 然后另外一个是时间的气氛不对 当时其实马英九 跨越了765万票 那是全台湾太多的人 受不了陈水扁 受够了 所以那时候有一句口号 投马不投篮 只为了拉掉陈水扁 拉掉谢长廷 可是李登辉呢 他再怎么样 不是不会参选的人 90岁了 所以现在李登辉讲这个话 我完全同意的是说 台湾真的已经超越意识形态了吗 不能因为马英九的那一次 就真的以为这样子 而是我们才是真正地面对到 是非和意识形态的一个考验 所以我们会面对的一个选举 仍然是一个仇恨动员的选举 对的 蔡英文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台联成立的大会 我主持 你要知道 本土是有很多的思维 可能跟一般人思维不一样 李登辉是多厉害的人 他台联从8%的选票 后来掉到最低 上一次是2点多% 他只要再动员2点多% 他就可以过5%了 这时候是他最好的机会 用他90岁的高龄 然后用他的这个台湾的 欧阶上的心情 最后一搏 所以他一定会喊出来说 总统极其蔡英文 那台联 给他鼓一下 这个时候蔡英文就会面对 党内的矛盾了 为什么 因为台联只要过5%了 民主进步党 他本来估计说 他本来有14席的不分区安全单 要到16对不对 搞不好掉到12 他内部会有一些矛盾出现 未来就可以慢看这个发展 10来面就会出现了 但是蔡英文一定会面对大家问 请问你要不要特赦陈水扁 如果李登辉的案子 也被起诉 也被判刑 你要不要特赦李登辉 他敢特赦李登辉 可是不敢特赦陈水扁 因为陈水扁的钱 人都放到口袋 都已经这么清楚了 而且要至少到目前为止 十几亿 那是已经满不掉了 大家也都知道 你在你有一个国泰的 一个地下室 里面都现金 这个东西比较难解释 你现在如果讲说 我会特赦李登辉 不会特赦陈水扁 他都不会讲 你就没有办法 受到那个两个台湾人 总统被追杀的气氛了吗 选前他敢讲 他为了营造那个悲情气氛 他选前可以 他可能会讲 我当选 我保李登辉 这个气氛会起 他不敢讲对 他可能偷偷摸摸 选后他敢设 他选后什么都敢 他怎么不敢设 所以我们还是面对一个 可是选前他敢对 对李登辉 他不会有答案就是了 李卓利的 他要特赦李登辉的前提是 李登辉被三审定谈有罪 那表示贪如确定 他一定保护他们 他就先保他说 你们都讲太快 随便他什么结果 我一定保他 起诉书过来 两个军事在准备停 准备停之后 就已经9月10月了 选前根本1月14号之前 李登辉连一审都不会中期 是没有错 但是这是一个 你必须要在领导人 你必须要表态的事情 我不相信 台湾的选民可以 完完全就是说 也许有两个贪污的前总统 他们以后都会被特赦 在你当选之后 我觉得台湾人还是会 以这个来论断吧 所以他死病很大 他等于说他当选 你将来 他当选四年之内 李登辉的总是三审定验的吧 不会再偷偷拉 是啊 总是在选前 那他要特赦两个贪污的总统 选前一定要讲吧 但是他一定不会讲 因为他踩在云端 他怎么会讲 他会说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对 这个也是问题 我们会到时候问到 你必须要移立社会的共识 对啊 所以我非常建议 蔡英文其实他现在应该 整个立营这么挺李登辉的话 他们应该推李登辉出来选 蔡英文当他的副所 那李登辉说我已经90岁 万一有怎么样啦 蔡英文可以接着当总统 这是一个 蔡英文或李蔡太远 我李登辉会出来 咳死马英雄 咳他怎么做总统 我自己出来算老将 我们就不怕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炸 而且民进党跟台联 又可以联合在一块 然后把所谓台湾人 挺贪污的力量把它集中 搞不好就打赢马英雄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 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卓云 他还讲说 这两位候选人现在都不端牛肉 每天在那边吵来吵去 骂来骂去 如果还这样继续下去 明天要选举话 他quit 就是他不选 所以许院士 是不是也说出了你的心声呢 我们待会回来